3月26号2019年春季北京电视节目交易会 即金榜巨线发布在北京会议中心盛大开幕 开幕式上集中发布了34部北京市广播电视局精品推荐剧目 多角度展现了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风雨征程和沧桑巨变 现场大排云集 钟楚希 胡一天 任嘉伦 张军宁 张汉 王立坤 万倩 李纯 楼义肖 朱子肖 孙宏雷 潘长江等多位主创 纷纷写自己的作品亮相 与现场来宾分享了戏里戏外对人物和时代的感受 拍这个戏拍了六个月 从18年的秋天移居到19年的春天 截至昨天我赏青 这个新世界的这个组的组风和和以前所有的组风都不太一样 很学术 所以每天和导演和我的对手们在一起碰撞 觉得很过瘾 这六个月过去了以后 心里确实有点裸刹 那点臭 我在农村清洗剧《富贵英文》这部戏里 扮演老葱会主任 田茂山 其实演葱会主任对我来说 可以说是手拿把枪 因为在中国演这个村主任 我差不多算专业过 这部戏是我排了很多的农村洗剧的 唯一的一部让我排完之后 特别不愿意还记住了一部戏 因为我们整个的团队 我们整个的所有的沿着人员 都非常玩得命的 因为投资有限 所以说都玩得命的尽自己的权利 把每一个角色演好 给观众带来一个不一样的一个农村 洗剧片 非凡娱乐时时报道